熬夜,熬夜,我怎么又熬夜了 熊猫眼拯救指南来了 熬夜导门,让我看看你们的销售 说起黑眼圈呢,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个费洛家的360眼霜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用它的时候呢,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吧 就那个时候呢,我又有在兼职做模特嘛 所以呢,就非常的忙 像晚上熬夜呢,也是家常便饭 重点是那个时候呢,我就觉得自己很年轻嘛 就以为熬了几个夜,然后呢,早睡个几天 我的黑眼圈呢,就可能会不见了 不知道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有这种想法 甚至觉得眼霜呢,它是一个智商 所以就没有什么必要 现在想想呢,我真的觉得自己当年太年轻了 后面呢,我是真的实在受不了自己的黑眼圈 觉得还是很有必要进行一下我眼部的护理的 当然我现在呢,也是非常的庆幸 就是我领悟的不算太晚 在选择产品的时候呢,我也是做了很多的功课 因为我呢,就是想选一个效果呢,比较全面 然后口味呢,也不错的一个产品 所以最后呢,我就选上了这一个 废洛家的新360眼霜 因为它的价格呢,在传效眼霜里面呢 算是比较清明的了吧 而且效果呢,也是艰辛的好用 就觉得呢,性价比呢,非常的高 而且他们最近呢,就是做了升级 如果想知道这一个新360眼霜有什么不同的话呢 就跟我一起往下看吧 我呢,是一直都特别喜欢它的包装 它呢,是一个真空压缸的一个包装 就先这样子拧一下 然后呢,再挤压就可以了 这样子呢,就可以保证它里面成分的鲜活 然后呢,也是比较干净卫生的 按移动的用量 刚好呢,是一次的用量 就那些平时呢,经常控制不好量的姐妹呢 直接参考这个就可以了 它的质地呢,是这种淡黄色的一个乳霜 就很轻薄好推开,不需要乳化 就不需要去做一些重复的按摩啊什么的 就轻轻的把它这样子给推开就可以了 这样子一定程度上呢 也可以去减少对眼周肌肤的拉扯 费洛加这一款眼霜用下来呢 我是感觉我的熊猫眼呢,是有改善的 因为我之前呢,就是在片眼圈跟下面 皮肤这个分界线的这里 它的这个边缘就超级的明显 但现在呢,就感觉肉眼可见的 这一条边缘呢,就是淡化了很多 像我之前熬大夜呢 就是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的眼睛呢,就是会又浮肿又暗沉 但是呢,我现在就是学聪明的 会胃移求猫 先用它,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呢 我的眼睛就不会说有那种皮太感了 前面呢,也有说到 它的效果呢,是真的非常的赞 但其实这些呢,都是得益于它的银河成分 我呢,来一一给你们解读一下 它的成分 第一个呢,就是经典橙皮 干萃取物和内黄筒 像这个成分呢,就是可以激活我们 黑眼圈上的着色固质的清除环节 因为像我呢,就是每天都会化妆卸妆嘛 其实多多少少呢,会对眼皮有一点撕扯 而且呢,如果卸妆卸不干净的话呢 也会导致一些色素的沉淀 长期下来呢,就会加深下眼皮的暗沉和发黑 像这个成分呢,它主要就是 让眼周的沉淀色素的清洁呢 来得更加的高小一些 另外一个不得不提的呢 就是费罗家的灵魂成分 叫做NCEF 像它呢,就是能够有效对抗肌肤的衰老 能够保证眼周肌肤的一个紧致度 还有一个呢,就是透明致酸的 我们呢,应该都已经非常的熟悉了 它呢,就是可以深层补水 防止因为缺水导致的一个眼周的干纹 而且呢,它也可以有效的去淡化细纹 还有眼带 像这一个新版的360眼霜呢 它还有一个个性呢 就是它采用了微循环加速的科技 就可以去改善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的黑眼圈 尤其呢,是像熬夜 还有作息不规律导致的一个血管型黑眼圈 我觉得就成分和功效来说呢 它真的是眼霜界的性价比之王 高能成分加贴心的包装设计 再加上全能的效果 真不愧是360眼霜呢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吧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